通往秀林鄉同門村農耕地 這條產業道路竟然出現斗大刺眼 告訴用路人本地區有土地糾紛 請改道 徐姓地主民國一百年間 曾經向秀林鄉公所提出陳情 要求提供當初簽署同意 施作道路相關同意書及資料 但公所只簡單含附 經本課清查 原始相關資料已經銷毀 無相關資料可以提供 讓施工到驗收 沒有資料可以考證 讓整起事件變成一樁螺旋門 地主跟公所三十號召開協調會 地主不滿公所行政作業荒謬 地主民國八十八年辦理土地繼承 恨然發現自家土地遭公部門 開闢產業道路及水溝 後續與甲分割程序申請 土地撥用 地主無奈想要以地換地 爭取權益 但公所回應韓循 原民會圖管處後 提出如果要求以地異地 土地應符合原保地開發管理辦法 原住民開墾並自行更做土地相關規定 表示一切依法處理 我們不會說公家機關 這不是用 就不處理 我們有做協調 跟你講相關的法律部分 當然你們也有說想要以地異地的一個想法 當然我們沒有這個相關規定 土地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寒詢之後 絕對沒有一個依據 可以做以地一地的方式處理 當然我們這次的協調會 也是要跟你強調這部分這個公文 我們歷史比較依法 你們這些都講紅歌了 你相公所公公文要怎麼處理 以地換地不行 你說不行 好 你重視要防我土地 我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們今天我們這個協調會 最後的結論是 如果是一樣是沒有的話 我馬上申請國家貼上 鄉民代表不認同公所消極做法 地主也不排除進行國賠申請 不可以說一句話 銷毀就銷毀掉了 不可以這樣 建議是這樣 相待會後表示 代表會將重新提案追溯過去 行政作業是否有舒適情形 好釐清真相 地主也將尋求司法途徑 要求討回土地 記者綜合報導